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 第八它说 某班人数有60个人 那第四月考 英文数学古文三课里面 国文及格者42人 英文及格者41人 数学及格者39人 那国英不及格的有11个人 国术不及格的有13个人 英数不及格的有14个人 那至少一课不及格的有29人 要问你三颗都不及格的人数有多少人 还要问你至少有两颗不及格的人数有机能 那你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题目后面问的都是不及格 不及格的人数 所以你要去解的问题 应该是以不及格为主角来考虑 会比及格来的好处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既然知道要用不及格来处理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咯 全面有60个人 那国文及格的 有42人 那这时候国文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国文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60-42叫做18人 那通常道理 英文及格的有41个人 那这里英文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19人 对不对 最后 数学及格的有39人 代表数学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21人 可以吗 那这时候有三个讨论的图 我们就来画一下 在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单纯只用数字分析 那就是在背数字跟背公式 我觉得 这样子会比较没有直觉 所以像这种讨论数量图 我们就会用文式图 来表达彼此的关系 来哦 假设这是不及格的讨论 可以吗 那这里是国文不及格 这里是英文不及格 这里就是数学不及格的 我给他们各自一种颜色 英文不及格 数学不及格 像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 那这时候国文不及格的全部有18个人 英文不及格的全部有几人 英文不及格的全部有几人 19人 数学不及格的全部有21人 对不对 那题目又说 国文英文不及格的有11人 这里有11人 我就都用红笔 那国术不及格的有13人 英术不及格有14人 可以吗 然后呢 题目又说至少一哥不及格 就是这个外圈的地方有29个人 我用黄色灵光笔来表示 这外圈的地方有29个人 那这时候来 第一个问题是三科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那我们就假设 这个三科不及格 就是国英数的中间的部分 这里叫做X个人 所以呢 这时候单只有国英不及格的 就不是11而是11-X 那同样的道理 国术不及格 从13这边改13-X 但那一科因数不及格就变成14-X 可以吗 好 那这块怎么写 单单纯只有国文不及格的 单纯只有国文一科不及格的 就是把18去扣到这三块 对不对 那来 18-11加X -13加X 再-X 算出来是几 18-24加-6 X-6 再来 英文不及格的 同样的道理 19-11-X -11加X -14 加X 再-X 算一下 19-25 一样是-6 一样是X-6 那最后因数不及格的 只有数学一科不及格的 就是把21个人去扣 对不对 21-13加X -14加X 再-X 算一下一样是X-6 这三者一样其实是巧合 先提醒你们 这三个一样都是巧合 好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X解出来 那你会发现在中间去假设X 非常好的 因为X跟其他最多的人会有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这每一块 是不是就可以利用X 把位置数列完了 那这时候只要解X 那怎么解X 利用这黄色的荧光圈 全部加起来是29个人 就可以来解X 可以吗 所以第一小题 X-6 加11-X 加13-X 加X 加14-X 加X-6 再加X-6 这边 这边就应该等于几 29 那我们来削一削坏话 对于这个式子来说 其实也没有很难算 对不对 把X该约的约掉 XX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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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加14 13加14 加11 27加11 加38 -18 加20 所以从这边 我们会得到 这个 20加X XX 会等于29 所以X就是9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 只要三颗不及格的人数为9人 可以吗 那第二小题 题目说 至少有两颗不及格的人数是多少 那你自己算好不好 就这几块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我这边是9个人 那这边是几个 2个人 4个人 5个人 把这边加起来就好 那你就自己加了 好 那你稍微把这个题目看一看 这一题的话 最主要就是文式图 那还有再强调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假设位置数去解 那我们这时候去取中间 这个影响最多的相续 当X 你要去想 哪一个数字单位之数 会比较好解 那我们想最中间这里 最方便 最利益它是X 哪一块算出来 就可以去算 它的人数 好 好 那这个 如果在算数量的问题 有的时候最好可以搭配这个文式组 我们去用这个集合的观观察 直觉的去讨论彼此的关系 那这样会比较 比较好做 来 那像第九题 他说精神病院有50个人 那觉得铁头帅的有40个人 觉得铁头高的有30个人 那我认为铁头既高又帅的 有最多几个人 最少几个人 他没有给你中间的交集 但最多是50个人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假设这个 黄色的方框 是精神病院的50个人 画小一点 可以吗 那觉得铁头帅的 我用这个 红色更粗的方框来画 觉得铁头帅的 有40个人 那觉得铁头高的有30个人 那这时候 要认为铁头又高又帅的有几个人 去思考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的中间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铁头是高还是帅的 是不是可以随着 框重叠的状况去移动 那这个红色是高 蓝色是帅 对不对 不是假设解错 红色是帅 蓝色是高 那我们来看 那这时候如果你要去看 右边 右边 右高右帅的最多几个人 怎么样看 这时候是不是去观察 他们重叠的状况 中间这个重叠的部分 就是又高又帅 那什么时候会最多人 所谓的最多人就是这两个框 完全的重叠 觉得高的人就觉得帅 这样子是最多人 可以吗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时候又高又帅最多的 是不是30个人 因为觉得高的有30个人 可以吗 好 所以来 第一个 最多 是30人 那什么时候最少 这是最多人的 那我最少的话 我再画在图这边 我再用图再画一次 来 什么时候叫最少 最少的 最少的时候代表他们重叠 最少嘛 对不对 最没有重叠 那这时候怎么样最没有重叠 就是这两个人 正好怎么样 他们的连级 会补满整个精神病院 对不对 因为这时候代表这两个人 分得最开的时刻 所以当我们要去看最少的时候 是像这样子的情形 那这时候最少怎么算 很明显 假设这时候是最少 那假设最少的是X人 那这时候 40加30-X人 最好就要等于50 所以算一下 X就等于 20人 可以吗 所以最多30个人 最少20个人 是这样去计算 好 大概是如此 可以吗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中间的这个 变动是什么变动 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史 这历史是一个学测里面非常经典的问题 他说某班集有50位学生 50位学生 段考 国文英文数学 分别是 世俗 393 四个人及格 而且英文及格的学生 国文也都及格 这就很重要 英文及格的学生 国文也都及格 代表什么意思 英文怎么样 包含于 国文 对不对 对 英文包含于国文 英文及格 国文就及格 对不对 好 那假设英文跟数学及格人数 都及格人数 有X跟 数学及格 但英文不及格的有Y人 那要选出正确的选项 这个题目 如果你没有画图去观察 基本上根本算不出来 所以我们来画一下图 好吧 某班有50位学生 这是某班的50位学生 在哪里 国文 英文 数学 国文在这里 那英文在哪里 英文及格人 国文就及格 所以大概是这里 那数学我用蓝色来画 数学是这块 可以吗 那现在假设 数学跟英文都及格了X 也就是说 我现在着色这一块 这叫X X 那再来 我换个颜色 外面的部分 数学及格 但英文不及格 就是外面 这OK吗 你看到 数学英文都及格 是不是这一块X 可以吗 那数学及格里面 英文不及格 就是他外面的Y Y 我用淡绿色画给你 这一块是Y 那我们要去选出正确的选项 来第一个 我们从这边就知道 X跟Y加起来 这是数学的全部 因为对于数学来说 它的英文要不然就及格 要不然就不及格 要不然就不及格 就是正好是我们的X跟Y 所以第一个 是错的 因为 X加Y 应该是几 数学及格的算式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第二个 Y的范围是多少 Y的范围是多少 我们知道英文现在有39个人 可以吗 所以Y的范围 是不是正好在英文及格的外面 所以应该会小于等于11 因为39以外 就是剩下11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对的 Y小于等于11 好 这样OK 所以这个 一是错的 二是对的 那再来 三科中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学生 有几个人 三科里面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 是不是就把都及格的扣掉就好了 所以第三小题 应该不是这样写 应该是39-X就好了 可以吗 扣掉全部都及格的 中间这个X 剩下的就是外面的地方 可以吗 好嘞 那接下来 三科中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人数 他就问这个数字 4跟5 345是一起的 那4跟5 就是问这个 39X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是多少 来咯 我们去分析一下 345 一起来 我们知道 X加Y等于34 那Y介于0到11之间 所以X介于极到极之间 Y越小 X越大 对不对 当Y是0的时候 X34 当Y是11的时候 X23 可以吗 那这时候 39-X X 我们就会知道 最大值 就是减少一点 23 39-23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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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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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4 X5 X5 X4 扣掉X就好 可以嗎 至少一顆不幾顆嘛 50-X才對 對不起 剛剛這個寫太快 把全部裡面扣掉X就好 不是把39扣掉 抱歉抱歉 好那這時候來開始算了 要去算的是50-X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由這個分析我們知道 X加Y 等於34 Y介於11 到0之間那X是幾 X就很好算了 Y是11的時候X是幾 23 Y是0的時候X是34 可以嗎 這樣OK 那就來開始囉 這時候我們要算的是50-X是多少 那50-X的話來 這時候什麼時候最大 當X最小的時候 就會是最大 所以用23代 等於27 那他最小的時候 是多少 當X最大再進去 就等於16 16 所以最少有16 最大有27是對 那3也是錯 應該是50-X 不好意思剛剛這個 一絲晃生 有點口誤了 好就這樣 應該是50-X 這應該50-X 蠻明顯的 全部扣掉 三顆都幾個的 剛剛這個 眼瓢沒有看清楚 好大概就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 你有這個文式圖的話 也很好的去觀察 我們的數字關係 那這個不管是 解題 或是 這個 丁正 這個 丁正 或是說這個 驗算裡面 畫了圖 都會比較方便 好 那這種 這個圖形的問題 先講到這裡 好